大家好 今天想說一下關於鄭文傑這則新聞 從這則新聞引起 對中國目前體制 中國崛興 以及中國內地人普遍的心態 是一種反思 反省的 首先鄭文傑這則新聞是怎麼回事呢? 話說香港領事館 英國駐香港領事館裡面有一個工作人員 叫做 Simon 鄭 他是蘇格蘭事務部的一個僱員 話說他早前去了深圳開會 在開會反高鐵反程的過程裡面 因為被嫖娼而被抓了 而在高鐵裡面 還是跟女朋友通訊聯絡的過程裡面 失聯了很多人 最後那些人找不到 家人找不到 領事館的人找不到 最後那些記者問耿爽 外交部發言人 謹甄就說他是因為行政拘留 被抓了 環球時報就說他是嫖娼的緣故 處於行政拘留 15天 而為什麼不聯絡他家人呢? 環球時報他解釋就說 由於鄭先生覺得泰語太收加納 就不去解釋這件事情 低調處理 所以他經常幫鄭先生隱瞞的 到底這件事情的真相是怎麼樣呢? 我是不知道的 我不能夠否定這個可能性 也不能夠肯定這個可能性 但是我只能夠引起體制背後的反思 就是被嫖娼在中國過去這麼多年 經常發生在一些維權人士 以及一些政治敏感人物的身上 譬如說以前有薛蠻子被嫖娼案 最後一宗我經常提到的就是 雷陽嫖娼案 就是人民大學的一個碩士 它是研究環保為題的 結果揭露了很多工廠環境污染的問題 而那些工廠環境污染背後 也有一些官員的包庇 最後呢 他是因為在他家裡 走路了去某處地方 然後被公安拉上車打死 而公安就作說他是嫖娼 還找了捉獄按摩店的一個工作者 就證明他是已經原始的 有了避孕套 有了打飛機 就是我當時已經指出了很多疑點了 第一 打飛機一般來說是不會用避孕套的 其次在時間上是不吻合 他是走出街 去到那裡 地方只是數以分鐘計算而已 結果就被公安拉了 打死了 就是幾分鐘內是不能夠完成所有事情 幾年前我已經詳細討論了這個案件了 今天不詳細說 那關於鄭山 Simon 鄭 到底是真嫖娼還是嫖嫖娼呢? 我們可以作以下三個思考的 第一個思考就是行政拘留這件事情 就是 我不肯定是不是現時 中國特色的法律 但是呢 在世界上是絕無僅有的 因為 真正的法治社會 你是做任何事情 如果要判你是坐牢的 就必須要證明你有罪 要證明你有罪的 就是要經過法庭的審判的嘛 是不是? 要舉證的嘛 譬如說你的房間裡面捉姦在床 可能他們是真心相愛的 不一定是性交易的嘛 或者可能他們只不過one night stand 一夜情有很多可能的嘛 那麼 即使在房間裡面捉姦在床 要證明他是嫖娼 雙方都要認 而認的過程 應該要經過法庭的審訊才有法律效力的 如果沒有 純粹是可以行政拘留的 那就等於警權無限大 就等於其實漠視法治 在中國的刑法裡面 也定名了 因為由於中國是修改了他們的刑法和憲法的 現在目前中國的刑法和憲法裡面是定名的 中國是無罪推論的 無罪推論是什麼? 就是說 不是坦白從寬抗拒從嚴 是要上法庭 要舉證的 但是往往就出現了央視的電視認罪 以及這些所謂的行政拘留 其實在法律裡面 他的刑法和他的憲法和一般的做法 是互相矛盾的 所以為什麼那些人對中國法治的信心 是這麼不足而已 正正是因為他不斷出現這些事情 而不斷出現這些事情 就不是一單半單 是大量地去做 只有你有不同意見 意見分子、維權分子 很多時候就會出現被嫖娼 這些事情 所以有些網友就很擔心我了 大家知道我過去幾年 有三年的博士學位 以及五年的大學教授的經驗 我在內地 今年我還收到兩間大學的聘書 聘我為客座教授 那我已經全部推了 自從六月之後 香港出現了反送中運動 我就表達了一些我的分析 表達了一些我的憂慮 當然我覺得 網友說得對的 現在我這一刻再回去 被嫖娼或者被什麼的機會性是存在的 所以 這個就是引起別人的反思了 當然很多做生意的 天下兮兮皆為利來 天下樣樣皆為利往 太古可樂都搬到上海了 很多的公司 深圳在上海都有他們的公司 但是 他們一方面是為了賺錢 這些事情 必不能避免的 但是同時間 他們也不會願意全身躺進去 原因是什麼 他們的工作人員 未必願意在這裡長住 所以他們一方面是會賺錢 但是呢 你很難想像到 他會成為一種落地生根的總部 原因就是因為法治體制令別人憂慮 這種被嫖娼的只是冰山一角 而實際上即使上到法庭 產權的案件 往往都是涉及到政治的因素 這個在外國 如果法治地區 比如說我現在在歐洲 我現在在芬蘭 在丹麥 在德國 這些地方 我們就不會有這麼多這方面的擔心 當然了 也涉及到歐洲和美國的疏離度是高一點的 因為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國接近一點 很多時候會受到政治的干預 孟晚舟事件等等 但是歐洲相對來說 就是 憂慮是低一點 除非你的級別去到維基的創辦人 阿桑奇那些 否則的話 一般來說 做生意的 普通市民的 對法治的信賴度是會高很多的 就不會輕易被嫖娼 這是第一 第二 仍然是回到我之前講的問題 這就是新聞自由問題 我前幾天拍了一段視頻 就講四川霧霾 戴口罩要實名 其實我也不相信那宗新聞是真的 我也講過 我說可能是真可能是假 關鍵就是我會無從判斷 為什麼會無從判斷呢? 因為新聞不自由 記者不能夠隨意採訪 如果記者是街頭隨意採訪的 很容易會受到跟蹤 受到打擊 是不是? 也不能夠去學校採訪 就算是的 去學校採訪 學校說不讓學生戴口罩上學 有可能會受到報復 新疆也是 你說新疆街頭可以隨意採訪 你說當然是新疆旅遊就行了 隨意採訪你做不到 做不到 教育營是否讓你進去? 不可以 由於沒有新聞自由 民眾所獲得的資訊 基本上是在官方上來的 但是官方的可信程度有多大? 香港 我們也知道有些新聞是不可靠 不可信的 但是我們能夠看很多不同的新聞去平衡 在美國也是 你可以看BBC 可以看CNN 你喜歡的可以看人民日報海外版 你看不同的資訊平衡 但是在中國不同的 你只能夠接收官方的一種資訊 在微信 微博可能有很多謠言 但是那些謠言 你是沒辦法判斷是真還是假的 因為 他所選擇給你的 是他們想你知道的結果 而不是真實的事情 那麼當然 你得不到真實的事情 所獲知真實的資訊 你的人會快樂很多 我現在很憂 我的網友翻牆來聽我們說話 翻牆來聽我說話 你可能會知道更多 他們不想你知道的一面 我不是想說我說話還是真相 我只能夠說我相信的事情 一個自由社會裡面 每一個人說他相信的事情 這個社會是多元而平衡的 但是如果一個社會 只能夠說一種聲音 說不同聲音就會被人打壓 當然了 他的經濟可以很富強 很富貴 秦國也富強 秦國也富貴 是不是 這個什麼 蘇聯也富強了幾十年 但是不代表那件事情是好的 是美的 什麼叫美呢 什麼叫美呢 恩海江講的 哲學家 恩海江根據心理學家馬斯洛的基礎 他建立了人 有四個層次 其實嚴格來說三個層次 第一種就是物理層 我們人是不會飛的 人是不會違反物理定律的 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一種生物邏輯層 生物邏輯層就是人 飲食是一定要的 性是一定要的 經濟是一定要的 這是屬於第二個層次的事情 現在中國正在發展第二個層次的事情 就是 很多中國人認為他們的自由 其實只是飲食的自由 性愛 性愛也未必有自由 中國嫖娼不是合法化的 去酒店開訪要實名登記的 無論如何 這種是一種生物本能的事情 孟子就叫這種是禽獸都有的事情 好了 人就會高一個level 有生活文化層 會享受喝喝好的咖啡 讀好的書 這種中國人其實也是有的 但是當代中國人普遍是少的 就是第四個層次 就是一種價值層的事情 真善美 仁義禮智 民主自由博愛 平等互助 這種就叫做追求真相 追求真的新聞 反對謊言 反對假的資訊 反對官方造假 這些就叫做真善美 就是價值層的事情 這就是孟子所說 人之欲依禽獸幾稀 仁義禮智 其實就是講這件事情 中國今天就是在抑壓民眾追求這種事情 他們就是滿足了最低的兩種 就是所謂的生活文化層 以及生物邏輯層 中國人的自由 就是飲食的自由 就是經濟的自由 財務的自由 但是我們缺乏社會容許思想的自由 缺乏我們容許言論多元的自由 可能我說的是不對的 但是社會什麼叫公平呢? 就是每一個人都能夠說他自己相信的東西 而說出來沒有問題 是不能夠受到有後果的追究的 國泰的記事 就是因為他說了香港人加油的一句話 其實沒有表達過任何不恰當的意見 但是要被解僱 就是沒有了一種免於恐懼的自由 意圖將社會由多元抑壓到變成一元 這件事情就是非常可悲的 所以香港現在是中國的部分 這是鐵一般的事實 很難改變 但是 它慢慢就由一國兩制的模糊 變成一國一制 意圖將那種由一元的自由 去到多元的社會 所以引起香港社會有這麼大的反抗和反彈 這就是文傑、Simon 鄭這件事情 引起我們的反思 所以我也被那些網友激死 因為之前我說四川霧霾那件事情 我也說明 我也不相信那件事情是真的 也不知道是假還是真的 我只是希望透過一單這樣的新聞 引起背後對體制的反思 那單新聞是假還是真的呢? 不重要的 因為在自由社會 在什麼社會都有真有假的新聞 但是問題 那個追求真相的成本 在中國是非常之高的 這個正正是今天中國人的可悲 今天講到這裡 請大家訂閱我這個YouTube Channel 已訂閱的朋友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 還有我新開了一個收費平台 每個月以五元美元 就可以支持我這個YouTube Channel 繼續營運下去 今天講到這裡 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推介太子餅店的月餅 希望支持我的網友 今年可以考慮一下 來太子餅店買最新推出的奶黃月餅 這裡有兩個包裝 一個就是傳統的八個包裝 八個非常好意頭 這個八個包裝是奶黃月餅 奶黃月餅就比起我個人認為 比起這個傳統月餅 口感更加好的 而且是適合現在這個世代的人的口味 同時間呢 喂 吃完月餅 可能有些人會覺得膩 最好喝了茶 所以太子餅店 今年是跟一個英國的品牌 Tea Pig Tea Pig 就是合作出一個 既有茶包 也有月餅 在裡面的 這個是四個包裝的 四個包裝 但是裡面是有一個茶包 這個茶包是八爵茶 英國最出名當然是喝八爵茶 現在我試一試這個月餅 味道如何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先試一試 看看 那個餅上面是寫著太子兩個字 而且呢 這個尺寸我覺得是剛剛好的 因為現在坦白說 現代人你叫他吃傳統那些 大的月餅 不是每個人都吃到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尺寸剛剛好 奶黃味很重 而且感覺是一點都不流 就是非常健康的 我就覺得 就是 吃到心裡 跟外面的奶黃月餅的感覺是不同的 外面很多奶黃月餅吃下去就會 掉出來的 這個你看到我吃的中間 一點碎都沒有 這個是 非常之好吃 所以今天跟大家誠意推介 希望各位網友支持我的朋友 都可以來太子餅店 光顧一下